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说 我想与诸位谈谈学医的目的 学医的目的 有许多人以为能多赚钱 我想跑错路了 因为做一个真实的医生是赚不动许多钱的 除非用不正当的方法当然例外 他提出服务人类 为公众利益为目的去学医 做人类的服务者 当晚 一位医学预科生将自己整理的演讲记录 投到民国日报 使今天的我们有幸读到这贯穿了他一生的主张 一百多年前 在长沙的这条街上 有了一所后来很著名的医院 雅里医院 开办者是美国传教士胡美医生 整整五年里 医院只有他一名医生 直到1910年 耶鲁大学毕业的第一位华人医学博士 28岁的闫福庆来到这里 胡美到码头迎接了他 一个细长的中国青年 穿一件较厚的美国大衣 当他从跳板上走向岩浆大道时 他好像既属于这个环境 但又与他不同 这段文字 是胡美第一次见到严福庆时的印象 当时 这个美国人握着严福庆的手说 你是上帝送给长沙的礼物 这里还没有一位真正受过 现代医学教育的医生 尽管雅里医院的诊费明显低于中医 但主动求诊者不多 因为老百姓还不了解西医 医生的白大褂也常让人联想到 中国人出病时穿的丧服 中国人也向来没有把病人 委托给陌生人的做法 生了病都是在家里治疗和护理 西医在国人看来 只是齐方艺术和病毒乱投医的权宜之计 当硬邦邦的温度计 塞进病人嘴里时 中国人还以为这是外国人在下毒 严福庆在病人狐疑的目光中 主刀外科手术 他是左撇子 左右手都能开刀 一张纯粹的中国面孔也为他加分不少 严福庆逐渐得到当地百姓的信任和尊重 结果他开始被接到病人家里看病 长沙的学校也频频向他发出邀请 为学生们讲些医学知识 严福庆说 我无法用言语来表达我内心的喜悦 能为我的同胞服务 这太令人激动了 这儿的百姓对医生的需求太迫切了 二十世纪初 西方医学以其先进的技术和科学的知识 为知识界和医学界普遍接受 医学被提升到与中国人种存亡相关地位 被看作是国家富强的必要条件 就是你强国要强种 强种要强生 强生要强硬 那么这个一点 那么就是你首先去发展医学 我相信这个观点也领养到严福庆 严福庆成长在一个牧师家庭 八岁那年 父亲因伤寒过世了 他被过继给了伯父 伯父严永经 是上海最早的教会学校 圣约翰书院的创办人及首人院长 严福庆的童年 就是在圣约翰书院度过的 并在这里接受了最初的教育 伯父崇尚西学 早年也留学美国 是最早将心理学介绍进中国的 严家的子弟逐个赴美留学 严永经希望长子会庆学医 他在信中写道 学医前景非常广阔 不仅教会需要医生 中国任何地方都需要医生 我相信你特别适合医生 这项有益于人群的慈善的职业 但严慧庆置不在此 做了中国近代历史上杰出的外交官 严永经未了的心愿 在赐子严福庆身上得以实现 他的父亲38岁 就死于当时的一场伤害 他最亲密的一个兄弟 也是死于一场流行病 所以在他幼小的心灵里面 受到很大的创伤 这样一种家庭的背景里面 他从小受到了去从医的这样一种刺激 耳濡默然 导致了他去走一条医学教育之路 从小在教会背景下成长的严福庆 身上的中国元素并不丰富 他的英语十分精湛 但中文书写却不顺畅 写不出的中文字 常以一个方框框代替 今天见到署名严福庆的中文书信 多半是找人代笔的 除了他一个中国心以外 实际上他的思维方式 在我看起来他都是西方式的 他讲话乡音很重 一生讲一口上海乡下的土官话 在只有两个医生的医院里 严福庆与胡美成了好友 但他的待遇比胡美差许多 他为此提出康 表示在一个传教团里 无论美国人还是中国人 都应该地位平等 严福庆讨的是薪金 争的是中国人的尊严 严福庆他是一个很会争的人 就是在涉及到中国的利益 涉及到自己利益的时候 他是应该寸权比得 寸力比争 只有这样才能为中国教育 医疗赢得真的一些地盘 有意思的是 这个生长在上海声望显赫的 传教士家族 而且十分稀化的中国人 却看到了最底层中国百姓的疾苦 走了一条开创为普通民众服务的 医学现代化道路 1903年 严福庆从圣约翰医学院毕业 是中国第一代培养的本土习医 第二年 严福庆报名赴南非当矿医 为在那里开矿的划工治病 南非矿下的劳动环境极其恶劣 严福庆亲眼目睹自己的同胞 不断遭受沟重令 稀废的威胁 却不得不为养家无口继续卖病 严福庆每天感同身受 却无能为力 他为自己不能为人群服务深深烦恼 在南非的医疗实践是他认识到了从事公共运事的一个重要性 是他认识到自己的医学知识还不是很扎实 所以他要到美国去进一步深造 1906年 严福庆考入耶鲁大学医学院 插入二年级班 全班25名学生 他是唯一的黄种人 1909年毕业时 他荣获耶鲁该年度优秀博士毕业生 是第一位获得耶鲁医学博士的亚洲人 到1914年 严福庆已在湖南行医五年了 他脱下了西装 穿起了长袍 因为西医见效快 而且诊费全勉 老百姓自然乐意尝试 西医在湖南的局面逐渐打开 但到后来 随着西医站稳脚跟 教会医院的收费也攀升了 到了二十世纪以后 教会医院只服务于高等华人和外国人 而且他的收费是非常高的 医院大门八字开 有钱 有病无钱 你磨进来 这是一个事实 旧中国流行病和传染病频发 老百姓得了病就以为运气不好 或沙土不服 严福庆行医的那个年代 中国人平均寿命只有三十岁 当时有的医学校规模不大 水平不高 只是简单效仿外国 也不会考虑社会现状和民众的实际需求 而各种商业化的医学校 培养的是一批批江湖医生 然后出来的这样一些医生呢 就是混聚于江湖 变成江湖医生 那这个在西方呢 是不需要一个 很看不起中国有很多的西医生 他们觉得你们这是野鸡医生 江湖医生 严福庆要按西方标准 在湖南办一所医学院 他要改变中国医疗卫生的现有状况 他尽管开始是做医生 但是他始终想的是要一定要用一所医学院校 一所医科大学 到了1914年前后 教会医院和医学校 一再考虑与中国政府合作办学的事宜 提出与中国人办的医学院校合并 或与国立大学合办医学院 严福庆看到 这是贫困的中国发展医学的绝好时机 是一项有利于中国医学未来发展的策略性计划 但让严福庆没想到的 办学设想的实现 竟得益于一次意外的应诊 一天 湖南都督谭严凯患上大业性肺炎 突发高手 多位老中医诊治 体温仍高达40度 谭严凯无奈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请来了严福庆 严福庆只是简单 测了体温 询问了病史 开了些西药便告辞了 第二天 谭严凯的高烧居然退了 因为谭严凯一家 都是很新手中医中药的传统的私家 在谭严凯没有接受西医 治疗大业性肺炎之前的话 他们一直是新手中国的中医传统的 多年后 严福庆回忆说 大业性肺炎到第八天就会自动痊愈 这是一个医学常识 只是他们不知而已 我并没有用什么特效药 严福庆借这个机会 向谭严凯提出 亚里会与湖南省政府合作 在长沙办一所西市医学院的申请 竟获鼎力支持 虽然谭严凯并不知道 眼前这位年轻的医生 将要成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医学教育家 但他已经相信了西医 医学教育是最最昂贵的一个事业 在当时中国的情况下面 政府的拨款是不够的 所以作为一个医学教育家 你必须要征得政府的支持 所以他无论在任何地方 他跟当政者都保持一个良好的互动关系 1914年 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在长沙成立 32岁的严福庆任校长 湖美任教育长 湘是湖南的简称 雅则是指雅里会 学校的建筑风格沿用中式 但内部设计和功能却又是稀释的 医学院不设教堂 限制宗教课程 崇尚信教自由 早期的话他们也贴广告 在大街上贴了这个招声广告 也做宣传 初期每一届并没有多少学生 因为当然这个办学条件还很原始 很简陋是一个方面 另外一个方面也可能这个 要慢慢地让大家所接受 住在上海的张志道 现已101岁了 是湘雅医学院早期的毕业生 张志道清晰记得 湘雅医学院初创时 严福庆到他所读的中学 做的一次演讲 他就说啊 做个医生很不容易的 因为啊 来找你的人呢 都是很穷 衣服都是穿 穿得婆婆蓝蓝 来生病呢 都是生病生的 简直是老罗残废 那种人来找你了 他说你呢 要对于这一代人呢 要有爱心 要有跟他的帮忙 你能够帮多少忙 就要帮多少忙 所以呢 你要有这种心情呢 就可以去学 严福庆为湘雅医学院 制定的学制为七年 两年预科 五年本科 其中实习一年 课程参照美国甲种医学院的科目 严福庆还规定 临床实习 写病理的所有教学活动 都采用英文 为什么当时相仰要采用英文教学的方式呢 就是为了跟国际上医学技术的发展 跟上步伐 因为现代医学的技术方面的工薪的话 是五到七年一个周期 而当时的中国对于现代医学的教育的话 自己也没有教材 如果说你把外文 把英文版的翻译成中文的话 这个中间出版的周期又很长 1920年10月 老百姓竞相传告 湘雅医学院将要公开解剖尸体 并向民众宣讲 长沙市民好奇地将整个教学现场团团围住 湘雅的第一堂人体解剖学的教学的话 是非常专业数目的 把那具尸体从那个乡枕里面起出来 给学生进行教学 没有解剖之前 这位叫解剖的老师是带了前提同学 先向这位尸体的话 深深地鞠了一躬 缘后才开始教学 而且这个老师说 湖南有史以来的 第一堂人体解剖教学课 就要从这里开始了 人体解剖是现代医学中 发现病因 查看病理的基础教学 却有被中国入土为安的习俗 这次公开的人体解剖课 消除了人们通常的偏见 充满仪式感的认真 表达了对死者的尊重 又让普通百姓产生对西医的好感 都督谭彦楷也特来参观 严父亲从教导学说 天冷时只有搓热了手掌 才能触摸患者的身体 询问病人病逝时 无论多复杂 甚至抱怨都要耐心听完 绝不可中途挡断 严父亲是一个良医啊 他说啊 你要训练一个医生不容易 要训练呢 就训练一个医生呢 成为一个良医 所以他就选择的时候呢 先就要选心理良善 慈悲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医生 而更不是每个人 可于就做到良医呢 他可以自学严谨 所谓严谨呢 就是说 医生的一个细小的动作 都是跟人的性命有关的 所以必须严谨 人家说医生有隔骨之心 人属依着人属 没有人爱 要对病人有感情 不是做乱乱的 现在医生有很多变成开医店 早期的乡亚学生 平均淘汰率高达70%以上 但在他的毕业生中 走出许多的学科带头人 有中国消化病学的 典籍人张小千 发现杀眼病毒的唐非凡 热带病学专家英元月 儿科病学的高静郎等 一批驰名中卖的医学大家 他为中国现代医学教育 奠定了一个很高的一个标准 就是医学教育要办 要么不要办 要办就是办第一流的 否则的话 你培养的都是用意 用严父亲自己的话来说 这样只能是延误 而不是加速中国医学 现代化的进程 20世纪初期 在洛克菲勒财团投资 北京协和医学院前 湘雅医学院 是中国最具规模的现代医学院 到上世纪20年代 在民族威王和现代科学思潮的合力下 中国人民族意识高涨 反外来宗教情绪强烈 提出把教育权收回国有 严父亲和湖美虽然私交深厚 但也坐到谈判桌上 对湘雅的教育大权 归属中国政府 还是美国亚历会交锋 在严父亲的公事前 亚历会交出了教育权 严父亲他自己身上 带着很强烈的基督教精神 为什么他还会坚决去反对教会 我觉得这是一个两个概念 就是他自己本身的一种宗教信仰 促使他要去考虑 为中国的这样一个民族事业 和中国的医学事业发展会去考虑 所以他尽管一直是长级是基督徒 而且他身上带着很强烈的宗教色彩 但是他在这个问题 就主权问题和原则问题上 他从来不让步的 严父亲主张西医必须大众化 中国化 他做了一件大事 那就是在1914年 与卫生防疫学家 武连德 共同筹建了中华医学会 由此 将西医学传播的话语权 从西方人手中夺了过来 中国人自己担当起 传播西医科学的重任 九十多年前创办的中华医学会 今天仍然是中国国家级的学术团体 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强势的人 他会去跟别人争东西 甚至带有强烈的进攻性 就是说你们一定要给我们 不给我们 对你们没有任何好处 而且他下这份语言 他是发表在美国医学杂志上 发表在美国医学会的这样一个学术团体前面 也就是说作为一个中国人 他用英文对美国人来说 你们要跟我们合作 而且明确的警告 他们说你们要合作的时候 你们要考虑到你们会有所牺牲 必须要放弃你们自私的这样一些利益 否则的话你跟中国也没办法合作 1926年 北伐战争的火焰烧到了长沙 大革命时期的湖南 成为各种势力与矛盾交结的中心 湖南人表现出强烈的地方保护主义意识 驱赶外国传教士 进而驱逐所有的非湖南人 尽管他深爱乡文化 尽管他在当地为人群服务了17年 尽管他为现代医学碧鹿兰绿奠定了根基 但严父亲能不得不逃离长沙 离开他亲手创办的湘亚医学院 他很心痛啊 我们可以想象得到 他一毕业就在湖南啊 他的整个的心啊 整个的事业就住在湘亚 现在要把他砍走了 1926年12月15日 严父亲带着妻儿仓促逃离 随传同行的还有湖美和一些湘亚师生 那一年 严父亲45岁 他说 何去何从 我茫然无所适从 他就会搞定了 但不许有唬 grip 是皇上聖的 而是皇上的 他说 继续